第10题 亚运100公尺的比赛过程中 测得台湾最速男杨俊翰第5秒的速率为每秒10.6公尺 第10秒到达终点的速率为每秒10.2公尺 则他在100公尺内的平均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尺 题目上告诉我们第5秒及第10秒的速率 这个是顺时速率 而题目要求问的是平均速率 这两个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而我们晓得所谓的平均速率的计算 就是我花了多少的时间 有走了多少的路径长 那么我们是100公尺的比赛 所以我们路径长当然就是100 那么这边说10秒钟到达终点 所以我花的时间是10秒钟 所以算出来呢我们就是每秒10公尺 所以第10题问我们说 则他在100公尺内的平均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尺 我们答案选的是A 10.0